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1941年生于广东梅州 毕业于台湾赴新港大学部艺术系 毕业之后投身于艺文工作 1976年赴美后又入旧金山势力学院进修 曾服务于美国世界日报旧金山社达25年 三度出任北加州华人传媒协会的会长 并获班杰出从业人员的终身成就奖 他曾经创立了美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现任名誉会长 他也任中国画学会美国的名誉会长 中国水墨艺术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 旧金山中华艺术学会的名誉会长 国际佛教联合会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等职务 我其实认识你有很长时间了 应该15年的时间了吧 应该有 15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我认识的时候你还是在媒体 那么我们都大家觉得你都是媒体的前辈 现在的你又开始来作画而且在这次的是要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您的一个画展 那么这个画展也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 叫做《莫彩风华》 是的 你在你的这个就是一个独白里面写到说你说一个艺术工作者在追求这个阳善 唯美求真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候呢 你希望的是就是让大众感受到创作者的这个脉动 然后产生共鸣 你的是一个你希望大家一个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共鸣呢 我觉得每一个从事艺术工作他都有一个梦 也在追梦 那么这个这个梦的这个实现呢也就是他创作原动力 那么他对生活的点点滴滴跟他内心的这心灵的感受啊 透过这个颜色透过画表达出来以后呢 他就希望呢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他感受的美好的这个一面呢 希望能够跟大家这个共享 能够同呼吸同样感受这个美好啊 所以说这个我们搞这个艺术的希望呢就是说能够在创那之间呢 接触了我们内心感受的时候 能引起共鸣 您跟一般的艺术家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是吧 是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觉得你呢就是生活中你做了很多的事情 你有这种民族大义 然后呢参加了很多的社团活动 你的生活可以说是色彩般来 然后我为什么说你是大侠呢 因为跟你说的时候你说呢就是人间正道是苍苍 然后说一身疤痕一身伤 我听了这话我就让我想到这个金鸣武侠小说里面 那种人物啊 这个艺术界虽然他不是动刀动枪 他在他所学他所能的范围之内 他们都是有一个家伙群怀有一个时代的使命 你就说拿这个近代的这个岭南派 高建復 高取峰他们这些 当初都是为了这个成就中华民主啊 然后都参加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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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众位同盟会 那么这个都是表示 现在他们从事艺术之外啊 另外啊有一个时代的使命跟跟他做他对家国啊 也应该有一种责任 那么不是而不是说就为了画画就整天关在自己啊 关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啊 从事专研这个艺术 那这个艺术呢 就不可能变成一个伟大的诗篇 所以说我对前嫌的给我启发呢 那么我也有这个感怀 我觉得您对这个艺术 或者这种家国情怀和这个使命感 可能是从很早起这个开始 就蒋经国先生那时候看中您的这个青年才俊 四十年前你来到美国的时候 正好是美国和台湾断交的时候 是的 你其实来这边是来旧金山主持威局的 那那个时候的家国情怀 和那个时候的使命感 然后这四十年之后 你觉得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环境也在变 海峡两岸的环境也在变 但是呢现在大家呢都是越变越好 大家对于这个这个环境认识啊 都能够希望能够撇除那个当年啊 那个敌对的状态 经过毕竟经过分离了六七十年了 那么和久必分分久必和 那么现在呢这个这个中国的建设呢 对不对也在世界慢慢抬头 所以我们应该呢在为了中华民族啊 为了这个振兴跟发扬啊光大 所以我觉得应该啊就尽量平气前选 而不要再用以前的那僵化的思想啊 来讲两个来面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往正面啊 大家应该往正面来操作 来往那边共同来努力 所以您也是这个就是创办了美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是的 你知道书馆长跟我怎么说吗 书馆长说您是华丽转身的标兵 你看从这个从美从过去的这个媒体人啊 从这个乔林然后呢投身艺术创作 那么您在这个艺术创作上 其实很多就是名家和专业的这个艺术家啊 看了您的作品都真的非常的赞赏 包括您这个 谢谢 画画也是 过去您是画油画 之后呢是画传统的水墨画 现在呢又开始画这种泼彩 泼墨 您在深圳这个 17年的3月份是在深圳亚昌艺术馆举办了一个画展 然后15年11月在广东美术馆举办了一个画展 您的这些转变 你觉得哪一个是一个转捩点呢 这个就是说人生呢 也很大 很多一连串的惊奇 一连串的巧合 那么我是自从从那个世界日报退休以后呢 我就走回我的本行 我以为媒体是你本行 不是那是偶然之间呢 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美丽错误错误了25年 对 所以一去吧 就是把我的黄金税啊 净翠已失啊 对 那我这个也时间到了这个年龄啊 跟那个美国社会呢 含泄的时候啊 那我就升级退休了 那么退休以后呢 我就走回自己的地方 重新撕起画笔 那么在中间呢 这个25年中间我当然虽然创作很少 因为业务很繁忙 也没有什么创作灵感 但是呢这25年来 那我的思想呢 绘画的思想一直没有停止 我还尽量在吸收 有画展啊 有画册啊 我还尽量在吸收 所以呢 虽然手没有画 但是思想还是在有 在一直在锻炼 所以走回这条路来以后 我觉得并没有很大的陌生 但是有一个就是因为 由于学员派 我走以前都是走的 比较传统的路线啊 那么也 那时候也是觉得 就是说 这个组织路线啊 在中国这个已经几十年了 不是 这近百年来 一直没有把它突破 我也觉得有一位比较苦闷 如果希望能够突破 就在偶然机会呢 这个认识了这个 广东美术馆的馆长 罗一平先生 那么他跟他一谈啊 他就力邀我来这边展览 但是希望呢 我的画风呢 是在我展示 我的画里面的一种画风 他希望我尽量在 来走这条路子 因为这个广东美术馆 是比较对外开放的一个城市 比较早的吸收 所以他们的想法蛮创新的 对 那么我这四月份的事情 那么他马上就学那个 黄金档期 11月 那么我这短短这个期间 的确是这个人啊 有时也要逼啊 这么一逼我呢 我在这四 就是说那四个月里面呢 我就尽量了来符合 这个广东美术馆的这个作风 但您不只是符合 其实你已经画出了自己的风格 而且上了一层楼 对 那么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大概来转变我的画风 所以11月展览的时候呢 还是得到这个广东内很多的 这个怎么会画的 就是会画界的朋友啦 包括罗馆长 一种肯定 所以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 一个鼓励 这个广东美术馆的馆长 罗一平是这么说的 古显贤的画作 井中有益 静中有音 富含散文气质 在绘画技法上能看出 隐藏的这个油画功底 你看他这个评价真的是 那么当然是有点这个 在过奖啦 那么的确我是早期呢 是学西化 那么因为工作的关系呢 就转到水墨 比较塑成嘛 转水墨 那我现在走到这个水墨来呢 但以前那个西化的这个素养啊 给我在这个画面的构成啊 跟光影的起的 跟颜色的块面呢 的确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呢 就是说不要顾不知风 还是这个走回 在以前呢 这个好像传统 一定要传统笔墨来叫国画 我们就应该要更躺开心胸啊 勇敢的来接受 这个外来的这种派系啊 这个流派啊 他们用笔用色啊 来使就在我们传统的地上 然后要西化呢 那西化的营养来融合 这个融合这个字啊 用的是非常的恰当 就把它融在一起 然后使我们的 这个中国的绘画生命呢 能够开放一个新的局面 走出一个符合 一个时代潮流 所以那个也讲说 这个王明宏讲说 这个笔墨要随时代 的确是这样的 OK 那我们十六世纪啊 以后呢 我们这个整个的会话呢 就有点停滞了 那停滞呢 就变成不断的这个重复 不断临摹 失从这个以前的这个名家 对 那么就有 所以说那时候的 我们进步的比较慢 那现在来呢 因为我们拜科技知识啊 这个就资讯的发达 所以我们画也从中 得到很大的益处 就是我们可以吸收很多啊 外来的知识 外来的这个资源啊 便为我们所用 说您是这个大侠啊 确实可以看到 刚才看到你的几幅画 这种用的这个色彩啊 真的非常鲜艳 书馆长是这么说的 硅谷亚洲意识中心的馆长 书建华是高度赞赏您的话 他说呢就是 他一见到你的那个采末画 取静通幽的时候 立刻为异想的 丰盈的华彩所折服 然后呢这种这个 抱患求真 是艺术中最美的境界 书馆长是这么说您的 其实他跟我说的时候 他当时打电话给我 他说哎呀 你最近有没有看 这个谷会长的画 他说真的是可以用 惊艳两个字来形容 讲到惊艳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这一身 你看你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了 对 那个时候从台湾到美国来 要为了主持危局 然后呢再去做这个 您说是美丽的错误做了媒体 可是一个美丽错误 你都可以坚持25年 而且那么投入 文章也写得很棒 你做什么事都非常投入 我觉得 对 谢谢 谢谢鼓励 谢谢 但是你觉得你现在你看你 其实你好多事情 你看美西合同会 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 常常都见到你 其实做艺术创作 应该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 非常focus 非常要可能要需要近思 需要去冥想 需要去专门坐在那 你用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可以大幅的这种创作 你觉得你这种灵感和这种动力 是怎么激发起来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本身我们已经在学校了 或后来从事艺术工作 我觉得在这个中国传统的笔墨里面 下了一点功夫 那么就所谓的基本功了 这个然后呢 因为像有去泼墨这种事情 是比一般传统 我认为我今天走了这条路了 我认为更困难 更有它的难度 最难的是什么 有它的高度 因为你这个 比一般传统的绘画难度在哪里 它不仅要墨 要色 还要水分的控制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要还要 除了基本功之外 你还要具备什么 你还要具备这个 你人生的阅历 还有泼墨的时候 那高度的技巧 所以为什么这个 从唐 事实上这个泼墨从唐朝就有了 像王维 米芙 还有梁凯 他们都是少数能够驾驭这方面的一个能力 但是很难的就是说 旷式巨作能够留下来 直到现代 就要说像张道迁 刘海树 王冰宏 王冰宏还没有泼 好像朱俱瞻 现在我们湾区摆授前辈的 后北人 那么就是说他们把这些 这个POMO 再加以一个总结 一个综合 把这个传统跟现代 东方跟西方再结合 那么大家是看到 比如说比较有生命力 那这个有生命 所以我们这些呢 也就是在朝日方面来努力 希望为中国的绘画 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您刚刚讲到那些人 都可以变就是称作大师级的这些人物 在这个历史上 但是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呢 现在时代好像很难 就让你能记住几个 真的就像他们这么有名的人 现在的时代 你觉得谁能够做一个就是代表人物呢 代表人物 就各个领域不同 各个流害不同 那么里面又我都提出来 当年视为是个叛徒 就是说这个现在被公认为 是一个现代水墨之父 所以好像说刘国松 他来这边我也跟他对谈过 那从他谈话中 也给我很大的启发 那么他就是说 好像这个中国的笔墨 用了几千年了 对不对 那实在应该要突破 那要突破的话 就是要撇开这些传统 那么就是说要另起 另要超越 所以我们也曾经讲过 你要自成一派的话 一定要超越你原来的章法 那么这个刘国松呢 比方他发明他的那个国松纸 制造另外一个效果了 那么这个都是给我们这个 这个绘画的这个发展史上 留下一个仲裁 那么我还有一个我们一个乡前 就是林峰眠 那林峰眠呢 他呢以前他跟那个 当初跟那个许北红啊 两位都是留发的 他们回来都变成现代绘画啊 一个这个开脱者 是一个这个掌灯人 所以他们的思想呢 带回来的 那么也是跟我们后面的 后学们呢 开了一条路 也只是一个明灯 所以呢像那个林峰眠 他弄的就是 全部是方块镇 就是斗方啦 所以那么很多人讲说斗方啊 在传统里面不是四指全开啊 就是六指全开 长形或横了 那他是来一个正方形 那么我现在呢 也走这种方形 因为你想要改革 要这个好像不同以前的话 那你连这个形式上面呢 我都改革 所以我现在很多作品呢 也是走这个方正 就是方块 那么是像这些权衔呢 老实讲他们 只有他们的见解 然后为后事啊 留了一条 只是这个名路 所以我们也就是跟着这个名路 一步一趋啊 希望能够走出一点成绩来 我们看到这个相片 您跟这个傅娟夫的这个合影 还有另外一个老师也曾经指导过您的这个邵又轩 你觉得你从他们那边学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而现在你能够超越的是什么呢 我不敢说超越 因为他们都是大师级人 开中立派 像我那个安师 像傅娟夫 他是这个傅师三水 也是一代宗师了 那么他来跟我们教学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感觉 现在的感觉 他没有说说 你这一笔要怎么画 你要怎么 他是在做示范的时候 跟我们示范的时候 他让你去领悟 那你能接受多少 甚至于在领悟超过他现在目前的这个交法 对不对 那你就有心得了 这么多年之后 到现在你觉得你领悟到了什么 你当时没有领悟的 我当时真的没有这么深刻 但领悟到这个 就是我是觉得自己呢 就是说不想说成为一个大师 要开中立派 那我是希望不断地求新求变 那么使这个不是说的这个重复 不断地重复这个前人的这个作品 然后一个就是说 速成的这个约定以后 变成一个常规的话 那你这个就是很难跳脱这个来 对整个的议坛上也没有 所以我给我的启示呢 所以现在感觉就是说 他要我们去领悟 然后希望能够自己啊 再创一个新的路子来 我呢 对不对 我身 我骑身也晚了 那么我现在呢 就是说 看这个 接受老师的启发呢 希望能够在这个 未来的路子啊 能够走出一个 好像比较新的一些 或创立一些新的风格 为我们这个艺术界能够 好像说走得更长更远 这个是自己的一个 斗胆的一个想法 其实您还是蛮有魄力 和蛮有胆略的 就虽然说您身上有一种狭气 你看这个有一张相片 是看你跟那时候 马英九的合影 你的人生其实非常的丰富 那时候其实也可能从政 然后呢 做了媒体 然后呢 你又做侨领 做了很多的事情 你觉得这些经历 对你今天的创作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人生的经历啊 它会云于你一个人的性格 跟你一个开过的气度 那么我就接触了 各行各业 或者包括这个 一些政治啊 那么也有接触 那么这个都是可以 在我生活里面 累积了老贵的经验 那宝贵经验呢 那你能够把它 这个 这个 这精华吸收的 你可以把它转变到 你现在要去发展的 这无形中 这个都是你的一个正能量 那么有时你转变得很好的话 它为你所用 这种东西啊 我认为是一个很 对我来讲是一个 很宝贵的资源 虽然走过了路啊 也是历尽常常 所谓人间正道是常常 但是这个遗留下来的话 就长眼来看 对我来讲啊 在我的生活 在我的人生阅历 然后包括现在 我的创作里面 或多或多 都有很大的影响 您刚提到就是说 你在这个生命中 积累的这个正能量 可以看到你的画呢 都是色彩斑斓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 对 但作为你这个 就像你说 人间正道是苍苍 说到这个话什么 一身疤痕 一身伤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 一定也有这个 这个有泪的时候 是吧 是 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就让你伤心的是什么呢 有什么 这个伤心的事情 导致失意了 也不敢说伤心了 既然是失意了 就不足为外人道也 OK 那么再次这个干土配上了 这个也就是一个 人生的经历嘛 对不对 也没有说什么 所以来讲说 这个人生的死 这个不如意了 对不对 死之八九 那我这个就是 干土配上了 但是我觉得我有异意 我走正道 我这不怕任何痕力 所以我一路走来 我这个朋友 是我最大的资产 那么现在 这个绘画呢 是我最大的嗜好 也是我的这个 希望能够给我 这个来 这小小走一回以后 留下一点东西 一点痕迹 那么就是说 这个绘画 是我现在目前的一个重点 所以这次呢 是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 举办了您的这个画展 您也希望是在这个画展当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来营造 相同的情感和内涵 是 我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也是我这次 这个印那个苏冠长的 这个直约啊 直邀啊 来举 把我这个 这个一年多来的 一个新的创作 展示给大家 希望能得到行家啦 前辈啊 朋友们啊 的指点啊 希望能够在这里面 有点寸净啊 那么也是啊 这个就是说 对我的 这个往下再走呢 说是很好的一种参考 啊 给一个这个建议 您真的 这有点谦虚啊 不是 这个是内心的话 嗯 到这样的节目的时间 也差不多了 今天呢 为大家访问到的是 画家 也是著名的乔领 也是德高望重的 媒体前辈 古显贤先生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 就叫做 从彩末中 走出的大侠 大侠这两个字 这个含义啊 大家可能想到的是谁 想到的是金庸 或者金庸小说里的 种种的人物 大家只有到 这个绘画的 画展的现场呢 才能感受到 古会长的侠干义胆 到这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您的收看 也谢谢古会长 好 谢谢维批 谢谢各位观众